素食风潮 一位来自芬兰的39岁素食达人威尔皮·米科宁就因为长期的极端素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导致身体和精神出现了包括慢性疲劳、潮热到汗和轻度抑郁在内的各种问题,甚至造成了提前停经。 在他咨询过西医和中医之后,他决定重新开始吃肉,然后身体的各种病症才逐渐消除。 米科宁开始重新吃肉了。 这些素食达人都开始吃肉了威尔皮·米科宁或许自己都没有想到。 作为一位曾经出过四本美食类书籍推广素食的网红达人,他有一天会因为吃素而造成身体崩溃。 无奈四处求医。 据《每日邮报》报道,坚持多年素食生活的米科宁,从去年开始感受到了身体的异样。 先是脸上不停地出疹子,然后抵抗力下降。 反复受到流感的困扰,再接着指甲出现裂痕,最后。 他的卵抛刺激素,FSH,飙升。 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我当时震惊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很健康。 而且保持运动。 所以我吓坏了。 米科宁四处求医。 包括欧洲一些知名的女性激素专家还有中医的专家。 最后会诊的结果都指向了他的饮食习惯。 米科宁的素食太极端了。 他不仅倡导吃素。 还要求每一餐都是彻彻底底的素食,没有肤质。 没有穀物。 没有乳制品。 没有肉制品。 甚至没有精致糖食物。 米科宁是著名素食博主。 按照英国激素专家马里恩格旅克的说法。 米科宁的饮食习惯造成他身体激素水平逐渐降低。 最终低于了一个健康的临界点。 而一位中医专家则表示。 米科宁所摄入的各种食物最终导致殷虚。 于是。 米科宁开始重新吃肉。 他的食谱如今变成了早餐煎蛋卷。 午餐肉丸。 鸡肉蔬菜以及晚餐肉汤。 他还加入了黄油和山羊奶酪。 他的健康状况也逐渐开始改善。 抑郁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 月经也逐渐恢复正常。 然而。 当米科宁晒出自己的故事之后。 社交网络一度引起强烈讨论。 因为他作为一位推广素食主义的网络博主。 已经拥有接近20万的追随者。 甚至有不少人购买他的网络食谱。 为的就是能在保持健康的状态下逐渐减重。 也正是因为米科宁的故事。 人们才发现。 从今年开始众多推广素食主义的知名人士都放弃了素食。 其中包括英国的31岁素食小王子蒂姆谢夫。 他在今年因为生病而放弃素食,还有网红罗瓦娜。 在社交网络上叫人如何吃素。 但是私下却一直吃肉。 罗瓦娜在社交网络上叫人如何吃素。 但是私下却一直吃肉。 素食必大于利。 它可以减少运动伤害。 吃素到底好不好。 这样的问题如今在社交网络已经讨论得越来越激烈。 反对者利用这些素食达人的例子抨击素食主义, 而支持者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予以还击。 在这些支持者中, 就有不少职业运动员。 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我几乎都是在吃素时, 在曾经接受英国每日邮报采访时, 曼联中卫斯莫林一脸幸福。 我觉得吃素真的很有用。 你会发现, 你吃什么东西和米球场上的表现有着直接联系。 斯莫林透露, 自己是在妻子的说服和影响下才彻底的成为了一名素食主义者。 他如今跟着妻子一起放弃了各种肉类食物以及乳制品。 他也因此改吃蔬菜, 坚果和水果为主的食物。 恢复吃肉后, 米科宁的身体有了改善。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在我戒掉红肉之后, 膝盖的炎症有了明显改善。 并且可以更快从疲劳中恢复。 在斯莫林看来, 吃素可以帮助自己减少伤病困扰。 持续保持健康。 而阿森纳后卫贝莱林也说, 吃素后自己的伤病恢复更快了。 有意思的是, 在医学界,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素食有利于运动性能的提高。 但是素食确实能带来很多健康益处。 美国田径技术杂志的研究表明, 高碳水化合物饮食或许能间接提高耐力。 因为耐力与鸡糖原的浓度有直接关系。 鸡糖原的重量部分取决于训练的强度和时间。 以及饮食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而当代体育科技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 素食的另一个益处是有利恢复。 此外, 素食能够镇定紧张情绪。 这对增强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具有良好的效果。 曼联后卫斯莫林也是素食主义者。 吃素有风险。 请量力而行在世界体坛。 包括英国车手汉密尔顿。 网谈名将大威廉姆斯还有美国前田径名将卡尔刘易斯都是素食主义的拥顿。 但他们也会面临一个担忧。 那就是蛋白质的摄入是否足够。 事实上, 通过食素来提高自身健康确实有一定难度。 如果没有进行素食营养的合理搭配, 许多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研究表明, 仅吃植物食物的严格素食运动员容易出现维生素B12缺乏。 缺乏维生素B12会引起恶性贫血等不良症状。 因此, 严格的素食运动员应该多喝富含维生素B12的豆浆或补充维生素B12骗剂。 而就目前来看, 素食对运动机能是否有益主要还停留在运动员的个人体验上。 NBA全明星球员莉拉德就在尝试了5个月的素食后决定结束素食主义生涯。 据ESPN报道, 莉拉德当初决定吃素是为了减重移缓解对于足部, 膝盖和脚踝的压力, 而放弃素食。 同样是为了身体考虑。 那段时间因为饮食和训练我减掉了很多重量。 但为了平衡身体, 我现在渐渐放弃了全素食。 开始食用荤素搭配的食物。 莉拉德说, 格履克医生还告诉每日邮报, 素食可能引起身体内胆固醇含量水平的异常。 虽然身体自己会产生一些胆固醇, 但是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摄入的食物。 只有肉制品和鱼类还有足够的胆固醇。 因此, 荤素搭配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如今, 米克宁也承认, 素食因人而异。 极端的素食确实让我的生活方式变得不那么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